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最绝大哥第一回合直接就上去点了吗 小嫂没挂中啊,第一回合观察方直接就要点啥了 这阵容还没介绍呢 观察方取福孔庙,最佳方以水险山,双方都是一个国标 观察方这边还是上了传统的大方神明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龙阵,对面勇气可嘉直接上了一把云锤阵 开雷阵的,开云阵的,都是英雄好汉 对面上的是一个大方家宙式的女儿国标 云阵也是被龙阵大克了10%,也是一手极限大克 云阵主要是被这个龙阵克,被虎阵克 一旦被克了以后,那对手的那个伤害啊,太高了 龙阵虎阵都是那种极限输出的阵吧 所以一般人不敢开云阵,赌得有点大 对面啊,也是变了一堆八舌卡,不为别的啊 就是为了防地府的毒 最近几天啊,我发现剑灰 变蛇卡的越来越多了 大概七八年前嘛 就老早以前,变蛇卡的特别多 然后在最近五六年的时间,基本上也就没人变蛇卡 最近一个月发现变蛇的越来越多了 可能是练国标的越来越多了吧 我最近还挺喜欢看国标的 他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观众方这三个大头,一人一把红色武器 一人一个红白相间的染色啊 再加上红色的头发,白色的发带啊 大哥有没有 你们也太热衷于剑侠客了吧 我发现现在剑侠客真的 你看对面啊,那个男人也是一身白色的染色啊 但旁边这个就 但你是不是看的有点不太舒服了 青花词 可能这属于个人 个人眼光吧 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喜欢这种原始的染色吧 我穷我买不起青花词啊 这个咱不说 但这些老板肯定是买得起的 可是买得起的 他们不用 那是他们真不喜欢青花词啊 小子王又没种 老挂不中小子王这点啥也就没意义了 哎呀 不过大堂被杀掉的话 感觉收益还是 还可以吧 不算太高 毕竟关键魂也是用很少的 你大堂也得休息一个回合 有点收益 但是不算太高 大堂倒地 因为对面还要去做一个恢复 前期化生死的人线 比较的低啊 这恢复不太好做 两层的人线 两层的人线 1670 对面实在不行 周氏不多 给大堂卡一个电道物行上去吧 我感觉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我刚才好老针对啊 那个颠倒物行效果不错的 最近几个月 大家都看得出来 效果确实不错 王亮追魂 加一口伤害紧箍罩 继续鼓起来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啊 这个神不灵跟周氏不多的一个区别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神不灵就简单明了 我就是一个爆发型的输出啊 不管是风拳残余的群秒啊 还是经济舞的单抽都不差 轻薄的能力也比周氏不多强 就简单粗暴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输出 没有什么花也不少 但宙时普陀不一样啊 宙时普陀 他相对而言更保守一些 就说白了 人家的辅助属性是很强的 不管是颠倒五行 雪灯啊 还是刷铃弄九天 还是他本身人物的一个抗性啊 还是颈箍咒的消耗能力 对面更偏向于一个辅助类型的输出 就更加全面 由于服战队啊 他们更需要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绩啊 这些成绩关系到他们的工资啊 这指挥方面的工资啊 什么的啊 他们需求就是更稳定啊 而宙时普陀却是满足了这些条件啊 所以很多服器选择用宙时啊 来充当国标里边法系的一个角色 技能功退能守 确实很全面 只不过啊 他缺少一些爆发 就真正需要啊 你去点杀的时候 比如说神木灵配合前排的宝宝 神木灵自己就能完成一个点杀 但宙时普陀不行啊 宙时普陀自己玩不成 他得需要啊 要不化生死 给一把电脑五行 啊 这个单点的爆发 肯定跟神木灵没法比了 清场能力也会差一些 但消耗能力比较强 就这么个回事吧 趁着双方没点上啊 说一些废话 分析分析 1670 继续 进大堂官府的宝宝 官大堂好针对这个大堂 无魂 霍甲树 您这说啊 前期还是以抢速度为主 对面看看黄泉之息抓一团 能不能把关掉黄鸟 村子速度抓过来 就说白了 用地府去换地府的操作 就我抓你 你也得抓我吧 如果雪山那边的点杀欲望 不是很强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用这种操作啊 来牵制官大堂的地府 就我抓你 你就得抓我啊 这样你点杀 我的频率就会降低 你给你地府找事干 啊 杜杰精神 小死我啊 又没挂中 官大堂还是继续封大堂官府的特技 第一是可以让对面啊 起不来这个野兽之力 第二 封特技也能防止触发被动法宝 比如说盘龙玉璧啊 拔甲之类的啊 是不会触发了 就对面很明显 点杀欲望是没有官大堂这么强的啊 那他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以选择用地府 用他的地府来换官大堂地府的一个操作 大堂再次被点到啊 依旧是小嫂没挂中 老问题了 连续三把挂不中 九回合官大堂点了三次啊 这个频率已经很高了 九回合点了三次 频率非常的高 平均三回合一次啊 女儿直接抠酒 没办法 官大堂被警户咒的确实有些受不了 晚上随活 没问题 光辉继续扶着 对面有没有点杀的欲望呀 没有 选择 哎呦呦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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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当前回合投球被笑 又被笑 女孩村直接被笑空来了 笑空愤怒了 两把笑的藏刀一只给过来 你这个 就有一些过分了吧 女孩村直接空愤怒了 一点愤怒也没有 对面继续笑的藏刀 就是一顿笑里 其实我感觉雪山那个打法 更像是一个212 他不像个国标 像个212 这波对面应该是点杀了 有大死亡小死亡是挂不中的 所以说两个宝宝吧 两个宝宝 小死亡挂不中 狠扫千军 再贴一下宝货 看看能不能打死 日光滑163 头上有紧箍咒 宝宝再跟一跟 应该是平A的 对 点法系不用善恶 说过好多次了 应该可以 鼓死吧 哎呦 鼓死了 两个宝宝 两个宝宝 女孩村 哎呦 连续两次偷酒 放出了一把金星 可见取护这边的压力 有多大了 连续两次 而射魂给到对面啊 对两方大团刚才也是中了一个大死亡 那一个大死亡就只两个宝宝 直接空切了啊 这个输出是可以空切的 贴贴不住的 开玩笑 那双方啊 这波下来 撤平了 换羊户 哎 两个宝宝 这就来了 再换 你看只两个宝宝 两个羊户 换那方也换了 其实换羊户没问题啊 当换完羊户以后 你的善恶体系就不在了 因为你场上有两个羊户了 这两个羊户 他不是善恶 那你前排的进攻力啊 就前排宝宝的进攻力 肯定是大大折扣的 所以这个方面啊 确实非常的少 他不简简单单是两个宝宝的问题 不简简单单是两个宝宝的问题 关键是 他是破坏了你的前排的一个进攻体系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看看能不能把关键帮大头压死啊 能压死大头的话 也不错 感觉差一点点 小死亡没挂中 这就是国标嘛 关键帮还有前期连续三次挂不中的手 一样的 其实小死亡的命中率 这个东西才是国标最大的问题 这也就是很多福气 为什么不乐意玩国标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是节路点确实不太好把握 第二就是小扫命中率 这个东西一旦不准 你整个国标 摆上了 国标的核心就在于地面 你可以换物理系 你可以换法系 就比如说鱼岛 鱼岛玩的什么花果山家宙石的国标 你可以换风血 之前有很多福气选择用武装罐 你甚至可以把化生寺换掉 你换成普通山东西 但国标唯独不能换了 就是地图 看确实是 关键是这个命中率 受装备影响 但装备又决定不了 还是那句话 你哪怕是全国 封印命中最高的装备 急于一身 你挂不中的时候还是挂不中 只要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回春呢 回春呢 没卡回春 大唐被孤死了 现在对战方反而是有 关战方要反点了 杜杰金生对面 抱了一下 小死亡 就取虎特别擅长 就是在略适的时候去点杀 咱们经常看见啊 他就是可能人物倒地一大堆的时候 他就开始点杀了 而对战方也非常明确 关战方的打法 直接一把杜杰金生 在双帖保护 强行保下自己的大方 再起一个指儿 在无魂的神木 对面还有罗汉 又卡上一个大金 可以说啊 对战方已经做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防守 齐指尔给杜杰贴宝库 卡大金 又多狠 没有比这个级别更高的了吧 对面赶紧把宝宝换出来了 就是杨户用完了以后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善恶体系 继续用出来 国标阵物 缺伤害 他需要用前排的宝宝去补伤害 地会躲一躲 这个时候关战方这边也换出了一个地厅 牵制 做牵制 没办法 国标阵容他太斗心了 对面防的也比较的极致 就对战方太了解关战方 不然也不会那么极致的去防一个点上 战力加上 想死寒针 再打一手 不留云了 这波关战方反而是没点 出了个地厅没点杀 关照万象 请请宝宝 哎呦 双神 哎不对 一个神有一个吸收了 再吸收 把另外一个宝宝打成小章鱼了 对面小草又没挂中 点杀关战方神木 短穷巨剑 对面提前给关战方女儿村打针 是因为 第一是防加战力 第二是对面想趁着这次点杀 他想延长 他女儿村没速度 对面想延长 必须提前给关战方女儿村打针 不然的话 哪怕对面点死了以后 由于关战方女儿村速度快 对面地厚他就延不出来 也有这么一个层面的东西在里边 一举两得了 这波关战方小草再点对面大方 双方是来来回回点了半天 发现其实 这场比赛成功的点还没几次 不是挂不中小草 就是点不死 对面无魂又防了一手 但是这个防守级别就比较低了 应该是最初的防守级别 两把无魂 两把无魂 这个就看脸防点杀 刚才那个防点杀 就是愣防 就硬防 对面大唐甚至都扔了一把无魂 但是没有中 龙三尾的这个输出 顶着你的指而瞄你 也能瞄将近五千 对面继续扔无魂 大哥你把命运交给了无魂 这无魂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封印 它不是一定天 这个封印也是一样 你封印也不一定中 你用封印技能也不一定中 对吧 所以说一样 一个东西 祖宙之上 情况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小死亡 再来一个诅咒之上 突然要赶化生死了 神木林头上有无魂 就看这手神木舔不舔 舔了的话 对面化生死没问题 不舔的话 有颠倒 躲一手 诶 这个颠倒武器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观念方不会换练习生吧 不会吧 没有换 这个电脑武器 真的是恰到好处 这就是梦幻有意思的地方 有的时候就这么奇妙 缓生死 选择了旗帜 哥我肯定给自己来一手 舍身去 人卡大惊 我怕观念方大同 再来一把巨剑 真的顺势 就能把对面化生死 给砍死了 对面堵得挺大哟 掀起这儿了 因为化生死那点血 它是真经不住 神木一把仇和化生死 大同一把巨剑 真经不住那点血 大同手里还有2.0元呢 女儿村 再控 水清 保了咒尸 防一手点杀 小脸藏刀 再给 一听换出来了 再来一把小脸藏刀 就对面堂这个思路 确实打得像个212 就像那套咒尸 加魔王的这种 就疯狂的用紧箍咒去牵制 然后疯狂的效力藏刀 有点那么个味道 这种打法有大偏了 就这种打法不适合国标 二人 五月 二人 二人 九月 四出 四大 寅 四 剥 七 Ņ 七 八 射魂 尺子 这敌厅骗了不少东西 沾敌 怪兰黄车 只能压个宝宝呀 点着四号位宝宝 只能压个宝宝 可以压两个宝宝 有机会三个 有没有机会 没有 就压死两个宝宝 那不亏啊 三个宝宝 一回合清掉三个宝宝 那下回合我肯定点你啊 换地亭继续点 地亭可以接着来 你去三个宝宝车还不点你 诅咒之伤啊 肯定要点了呀 打针给谁 给地府了 射魂 再来一把诅咒之伤 换身色 这个小嫂 他一直没解啊 一直没解除 天降 神剑 送你走 五千一 还有一个神木 能不能躲掉 血雨的 血雨是必中的啊 血雨是必中的 诶 血雨是必中的吗 血雨好像不是必中的 可能是因为对面有罗汉 怪那方怕伤害不够吧 诶 回头我去看一看啊 血雨 兄弟 血雨好像没说过是必中这个事 啊 快那方再换地亭 也没说过血雨是必中的啊 七一三点 可能是就是怕伤害不够啊 回头我去查一查 磁心吸走 化身色拉起来 普多山提前两回合可以拉起化身 对面主要是一直没解掉化身色 身上的那个小索 无魂给化身 怪那方可以继续去针对 对面得推拿了 中了 看一下化身色怎么个操作 化身色 化身色认得自火如意 也没给推拿啊 还是防得地盯了 一把剧剑直接送你走 那化身色败二次点杀 那这比赛就没法打了呀 文良方就已经赢了 化大堂也成都废人了 大堂上线回不上去了 比赛结束了 最终还是渠户这边 挤高一筹啊 那毕竟有极限大克 再加一把速度 其实雪山那边打的 已经很不错了啊 不管是防点杀 还是点杀之类的 已经做的可以的了 小死亡 翻点 天将神剑卑 打他没速度 被砍死了 幻灵方小死亡也没中 万宝防地厅 万宝这玩意儿防地厅 确实好用啊 对面怎么突然 整出了这么狠孩子 一般团队也不会搞这个玩意儿啊 不是先例的 就是魔镜啊 没人会用万宝的孩子 对面突发奇想 硬防地厅 有这个孩子 他现在有工地厅啊 对不对 有工地厅 无间地狱 对面方也放弃了 拜拜了 跑 没有意思留恋 掉头就跑 打了个火法 无边群秒啊 也是个人才 拜拜